大家晚安 我是婷月 明天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受到这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周末两天是阳光露脸 中午过后虽然还有所有零星降雨 但是您会发现已经比这前几天是缓和许多了 这午后的降雨是偏向了山区 以及在近山区的平地 所以当这午后降雨减少 高温当然就是持续的延长 而类似这样的天气形态 会一路从这周末延续到下礼拜二到礼拜三 由于说太平洋高压有牺牲增强的趋势 您会发现今天周末一路到下礼拜二三 其实都是天气更晴朗 更炎热 今天气象局针对全台六线市发布高温特报 明年天气差不多提醒大家 外出时一定要持续注意防晒了 明天各地天气带您关心 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这高温上坎36度 中部地区高温上坎34度 山区流逸午后雷阵雨 南部地区屏东高温也来到了36度 在东部地区 这宜兰的高温上坎35度 离岛地区 艳阳岛罩高温也来到了32度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周末是迎来艳阳好天气 外出一定得多补充水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